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米老鼠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名字叫做空房间 这是一部愿意深刻,且剧情艺术独特的影片 狗盛作为剧中一句台词也没有在男桌角 他还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来源 他只能以发传单的方式,进入暂时没有人的空房子居住 原来狗盛先是乔装发传单的,把传单贴在人家的房门上 过几天后再返回来,如果传单还在 他就判定房子的主人暂时没有回来,索性就住上一段时间 虽然是偷偷入住,但狗盛还是显示出不同于贼的高素质 不偷盗,不破坏,本着能住几天是几天的原则 还帮屋主修理坏掉家具,这天狗盛又蹲点锁定了一个空房子 进入这间空房子后,他呆掉了,装饰和布置很是奢华 而且客厅和房间都挂满了女主人的照片 很美,也没有忧伤 没有多想,狗盛依旧把自己当作空房子的主人 开始日常的做饭,打扫房间 可狗盛的一切举动都落入一双美丽歪伤的眼睛里 原来,女主人翠花并没有离开家里 她只是很安静地站在家中部线的角落里 翠花是一个家庭主妇,只是她的丈夫经常家暴 而且不常陪伴在翠花身边 使翠花在这段婚姻里生活得十分疲惫 她很孤独,也很绝望 直到狗盛闯入她的生活 她在暗处观察她的一举一动 品尝她做的美食 生活似乎重新有了光亮 而这边狗盛这丝在翠花的家里放飞了自我 洗白白后,准备来个美容匠 这时翠花推开房门 全身赤裸的狗盛顿时又羞又怕 正琢磨砸跑 翠花突如其来的寒情默默 让狗盛呆住了 接下来的日子,俩人如敲似漆 翠花也过上了从未有过的幸福生活 但很快,随着翠花老公大壮的回家 一切美好都被打破 狗盛看到大壮存在 直接家暴了翠花 狗盛看到这一幕 按耐不住愤怒 KO了大壮后 带着翠花逃离了这个家 于是翠花也加入她的发传单 找空房子的队伍 两人先是住了几天拳击手的家 结果对方突然回来 不出意外的 他们被暴揍一顿 之后 他们又转了一个空屋 这个空屋里有一个老妇人的尸体 看状态死了已经很多天了 俩人很虔诚的为老妇人梳洗 办理好老人后事 狗盛和翠花就在这里 继续过着二人世界 日子虽然清贫 但翠花很知足 可是老妇人的不孝儿女回来 以盗窃杀人等罪名 把翠花和狗盛告上法庭 翠花的丈夫大壮保释了翠花 却也花重金买通警察 将罪全部给了狗盛 还让他们殴打狗盛 狗盛想着翠花无助的眼睛 决定逃离 他在经历过无数次挨打后 练成了一种隐身的功夫 因为人的视线范围只有180度 背后就形成了盲区 他靠这个能力 常常能在牢房里和狱警躲猫猫 有时狱警花了很大功夫才找到他 当然狗盛也少不了被KO 但狗盛最后也可以完美地 利用人的视觉盲区实现隐形 通过这个能力 他成功地越狱了 回到翠花身边的狗盛 仍是隐身状态 直到翠花通过镜子才发现狗盛的存在 一天夜里 大壮看到妻子在客厅里 对他温柔地笑 眼睛里充满了爱意 他以为翠花是在跟自己流露真情 大壮感动得一塌糊涂 温柔地抱着妻子 然而在他看不到的背后 狗盛温情地拉着翠花相吻 电影的最后一幕 翠花和狗盛两人一同踏上体重秤 上面却显示为灵 有很多人会理解为他们已经死去 只是两个灵魂在另一个世界 表达着彼此的爱意 但我愿意相信灵魂敬重21克 我觉得它表达了一种 深沉而执着的爱 在现实世界中 两个人如果没有办法生活在一起 如果找不到更好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的爱 即使不能彼此完全拥有对方 即使只能用极端的方式 只愿在生活的另外的180度世界里 能由你好了 以上便是本期的米老鼠说电影 下期节目同样精彩 小伙伴们记得关注收看哦